日本七成甚至政府自己调查都有九成人都反对 他们是因为就是还想要维持自己是准核武国家 而且日本是核电出口国 他们还想出口 推销许多核电卖给别的国家 可是台湾完全不一样的情形 台湾不可能发展核武 然后台湾也是核电的进口国 不是出口国 而且核电出口本身也应该要反对 日本本身也很没天良 自己已经发生核灾了 而且还把那个核电推销给那个就是有地震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 核费更是要面对的 那我觉得面对核费的第一步就是要确定核费的数量 否则你无止境的增加下去 我开始反核的时候 我们现在最伤脑筋的用过的蓝料棒 就是所谓的高阶核费 它是只有一万三千署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一万七千署 我们真的如果一直用 用到2025年 我们会有两万三千署 它已经要租金要留给这个岛上的人了 那我觉得这是最不可原谅的事情 所以就是要面对核费的第一步 就是赶快停机 赶快除疫 确定核费的数量 这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刘迪 我们见